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都在自己所在年龄段的国字号队伍当中效力 和第一期及时宁相比 这一期覆盖的面积更大 可以说这份名单基本上能获获各级别国家队的球员 这些人11月17日先在北体大集中 经过几天身体机能测试和团队拓展之后前往沙东台湾军训 跟第一期集训盈的节奏一模一样 这些人前期可能有国字号队伍的集训比赛任务 那么他们就先参加集训比赛 然后再来集训盈报道 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人在军训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进行正常的足球训练 这样的军训到底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也是外界一直质疑的 可即便如此 这样的集训盈也一直在进行当中 联赛结束后 这些球员将无法获得休息时间 继续训练 军训在所难免 可以预见的是 这些人的待遇和第一期集训盈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进入之后要先理发 然后按照军人的方式作息 训练 手机是要被伸走的 军营根据他们的表现来决定发手机的次数 有必要时会还要组织愿意拉链 这个倒是可以让球员们保持体能 足写搞这样的军训是希望加强球员们的一致品质锻炼 第一期集训盈的军训还在进行当中 他们究竟能有多少改变呢 这也是外界无法知道的 不管怎样 外界对于这样的军训安排 有很多的不同意见 但球员们能做的就是服从 按照相关的要求去做 因为一旦遭到处罚 那就会非常严厉 他们也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相关推荐国族集训队第二期名单 张承栋领先44人最小队员 仅15岁首期国族集训队10天后结束军训 短暂休息后再赴昆明第二期国族集训队 也要参加军训有国字号任务 先去提议身在 今天每一个承训尚